Hello 我是Sharon 我是Abraham 多謝大家來到RRCC輔助谷Q&A 今天有第多少集呢? 今天已經第17集了 這麼快? 第17集? 已經做了超過4個月 我們先開始第一條問題 開始第一條問題之前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這個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集數了 好 第一條問題 這個庫主也有很多問題 第一條請問 如果填一IMMI1295的 form 未寫齊十年工作經驗 到時RRCC是否會叫我補交回我? 有機會的 但其實他會出一封信 要補交回一些資訊 他會更新的時候 他會叫你這樣做 正常的 這些都不用太害怕的 有時候人之常情 有時候填漏了 他也不應該因為你填漏了 去reject你的申請 好 是不是到時再補一些文言 再填2012至2022年間的工作經驗 上學就寫unemployed這樣呢? 這樣是可以的 那到時你會填一個文言 寫完完二、二、二的那些 其實你不是工作經驗 你工作經驗的時候 你都可以填到我那個時候讀書 你unemployed 那麼其實你都可能說 你會說我真的一個student 那沒問題的 這些東西別人的語文官是會understand的 好 第二個交文件以上傳錯了 form 沒有request到要body check 是不是都會收到寄來request letter 嘩 這一個真是特別 竟然沒有request到要body check 會不會收到request letter呢 通常如果是的話 第一件事會馬上用request form 我先交回去 甚麼都是假的 你不要管 你知道錯了 你第一道理可以在DIY的位置去救的時候 麻煩用request form 先用request form 好 還有是否可以在出信之前用UCI 批定先 預先批准先 預先預先 要是可以的 你去香港在UMP那裏 這一個medical services 那裏 它拿到UCI number 怎樣都好 現在做了 所以你会把整个标准放在移民局的GCMS系统里面 所以你不用担心 总之你有UCI number在手 你都可以先去做 不用太担心 那你批以web form部交回request form? 是,它已经交回了 最重要是交回 看看web form会如何复理 可能都要等一头半个月的情况 好 还有我web form 申请了 另外一条问题 这条跟web form有关 待会我解释一下web form Sharon你先问我 我web form 申请过时已打了2013年 polyu high school diploma 不是high school 是high deep high deep enginee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6 polyu degre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23有master 2021 2021 不断读错 master building surface engineering 是的 学校已帮我 三份transcript 去WES 但WES 那份report已出了master的学历 他不理你我以我两个学历 想问有没有师兄师姐有这个问题 首先先说一说 WES是什么 WES就是我们叫做World Educational Services 这个是在加拿大的学术评审机构 就是帮助你去做一个 看回你在海外的学历 在加拿大认证等于什么级数 那很多时候 其实呢 你这位的辅助 是有三个学历 high deep 一个 degree 一个bachelor degree 还有一个master degree 正常 WES 只会帮你去evaluate 最高的那个 即是master degree 就是master degree 其实其他都不用他担心 好 那是不是有 不管他另外两个学历 是不是很多师兄师姐有这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都会有这个问题 大部分的人 都会只是看他最高学历 有人说他收齐才做 有人说他才指你最高学历 想问我可以说WES做 WES做 做留野 可以叫WES revised fund rep 不要紧要 其实WES是没有做漏东西 我想告诉你 是没有做漏东西 他是做对的 看不懂 叫revised fund report 是不用的 不用revised fund report 是没有问题的 这份report是绝对有效的 好 那还有另外一条 有一个扶主就问他 他说同一个OWP 我今年6月毕业 打算拿了成绩表后 就立即申请OWP 但可否以visitor身份 先进去加拿大 到出了OWP后再转 status of visa 是可以的 这个OWP是可以 香港的OWP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拿着 你一个visitor visa 入来 总之你一进来 你就立即可以申请 如果你申请不及 你申请不及的时候 你可能有几样的组 第一件事 我们会看看 你是不是应该有 implied status 有implied status 就可以等到的了 然后倒出了之后 再转 status of visa 好 然后有一个朋友 就问你一条 我申请了Inland OWP 还未批 是的 我特意看到有这条 所以我们group 一起问 为什么会将它 如果是Inland的话 其实OWP这位朋友 可能都是在腐术屋那天 跟我们聊天 他说他申请了 整个六个月都未批 是的 六个月 半年都未批 什么都是助食三分 会有这样的机会 即是他来到加拿大 他进来加拿大 来六个月 他进来马上申请 那他申请的时候 他由入址到今天 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即是在我们 在腐术屋那里聊天的时候 大概三四日前 说到九月尾入址 现在到三月尾了 到未批 其实都是有一个严重性的 因为OWP for some reason 可能它要八个月才批给你的 那么多? 是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在香港 经香港领事馆去批 可能你还会快很多 可能现在到三个月 四个月的水平 比你在Inland批是快很多 因为Inland有时候 一些open web permit 可能随时批进 up to要成九至十二个月 所以六至八个月 已经算是软的 是吧? 是的 好 那不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 原本申请Stream B 大学毕业一年后 成功拿到PR后 是否不需要理会原本的 Visa status 就可申请当地大学再读书 啊 问得非常之好的一条问题 拿到PR 你真的拿到PR 之后 你的PR的status 是高过你任何的Visa status 你的PR是一个身份 是高过你的Visa 所以你拿到PR 你拿着PR的身份 你就可以去大学读书 然后呢 其实我知道他想问什么 是不是在当地大学读书 给当地人的学费 是不是给当地人的学费 就是international 的student pricing 还是local的 你PR就已经是等于 你是当地 即是加拿大本地人 你就给加拿大本地的pricing 就可以了 那省很多 省 整三倍的 三倍四倍都不足够的 所以 是抵抵很多 但是当然 看什么program 有些program local 其实跟海外 不是差得太远 这些都是要看回 你各个program 不一定的 好 这样呢 又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想问一下如果大陆出生 有红色那本出生症 是不是在香港找公正律师翻译就可以 因为上网看到有人说要亲自回大陆 不需要 不需要的 我们也收到很多资料 有些朋友也跟你分享 其实去找叶什么律师楼 就给三千元港币就可以了 这样呢 其实它已经帮你搞定了 帮你整好 帮你翻译完 然后帮你到时你上去签 就下那份公文就得 三千元港币是值得拿去用的 很快的 而且它好像应该几个星期内搞定了 好 好 然后呢 又到另外一个 苦主想问Stream B的问题 我的passport是2024年过期 但我想Stream B去加拿大 是不是要拿到新passport 才可以开始apply呢 会不会可以先apply 到之后再update新passport number呢 其实呢 我会建议你尽快申请了一个新passport 你申请了新passport 然后再apply 你就会好很多 不是说你那个 即不是说你那个 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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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你2024年过期呢 会影响到你 拿到那个open work permit 究竟是有多久的 那个签证可以last到多久 假设你是2024年6月到期 比如它批了你6月过来 它最多是把你的open work permit 批到你2024年6月的 那你就只虧了一年了 所以你一定要拿本身passport 第二 在加拿大这一边申请renew passport 其实是相对地困难的 申请renew任何passport 无论你是BNO或者特区护照都好 是相对地困难的 有时呢 中国领事馆又会特意去刁拦一下你 为什么你不回去要申请passport 这样的 然后如果你要申请BNO 你其实不是多伦多的 你可以去英国的 所以根本 你都是拿了一身passport才好过来 稳妥一点 还要拿的 麻烦你拿本十年的护照 包你稳妥 好 我男朋友12月左右申请PGWP 有temporary 去到3月29号都没有回应 今天公司没得上班 这些就是读完书就申请PGWP 但PGWP的时候 他就有temporary 给他3月29号 其实这些都很惨的情况 这个真的加拿大移民局 是办事不力 他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搞 其实真的没什么搞 因为呢 你只可以在这里等 他会被temporary status 都不行的 其实temporary status 但是你最紧要的 最快是用web form去追他 因为你可以跟他说 你已经是processing time 已经是过了你的stand up 那我怎么办 我真的是在做事 我现在做不到工 那你可以跟移民局那边去说 好 这里我想今天都有 差不多十几条问题 我们都可以解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仍然踊跃地 将这些问题摆在我们 ILCC辅助局里面的google form 我们仍然会帮大家 解答这些问题 那大家希望support 我们就CLS 我们这个channel 那多谢了 那下次再见 拜拜